在请求评论资源的成功回调里面 我们再添加一个comments 它的值就是得到的内容的那个评论的资源 这些数据呢是在response里面的data这个属性里面 下面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判断 如果comments的length大于0 说明内容里面有评论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用一下nestsetdata 去把得到的comments交给页面上的comments这个数据 在页面的data里面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 comments 默认我们可以先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数组 现在内容页面上呢有了要显示的评论数据 在页面的视图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这些数据 打开内容页面的视图文件 找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显示评论内容 在这个article里面 这个article section的下面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comments这个类 组件上面我们再用一个wxif去判断一下 根据页面上的comments这个数据里面的length这个数据来决定是不是要显示这个组件 在里面再包装一个view上面加上一个comments这个类 上面用一个wx4去循环一下页面上的comments这个数据 再用一个wxk设施一下k的值 可以用一下item里面的id这个属性 这个id属性呢就是每一个评论内容的那个id号 这个comments组件里面包装的就是评论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评论作者的头像我们可以放在一个view里面 上面加上comments下滑线下滑线的avatar 它里面再包装一个image组件 组件上面添加一个comments avatar img 它的src这个属性的值就是作者的这个头像的地址 绑定一个item里面的author avatar urs里面的某一个尺寸的头像 比如说48 这里我们可以暂时先把这个内容评论上显示的这个特色图像隐藏起来 找到这个featured media 上面用一个wxif 把它绑定的值设置成false 然后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先去设计一下评论列表里面的这个用户头像的样式 添加一个comments avatar img width设置成24个像素 height也可以是24个像素 把我的radius设置成50% 再把margin设置成0 再回到这个视图文件 跟头像在同一级别这里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comments content 里面可以显示评论的作者的名字 评论的日期 还有评论的具体的内容 一个text组件 上面加上comments content author 它里面绑定的就是item 下面的author name 就是评论的作者的名字 下面再用一个text 上面加上comments content date 里面绑定一个item的date这个属性 就是发布评论的时间 然后是一个view组件 里面可以包装显示评论的具体的内容 绑定一个item content 在下面的rendered 咱们就可以推測到 %, 插入点评论的 loop webse 可以 又可以 再上前一个 评论的 一件